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表示 夏天已經到了,我們今次想講五隻充滿夏日色彩的藍色碗錶 藍色碗錶真的不少,但要做得漂亮又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今次選擇這五隻碗錶,他們的藍色都是非常有特色 第一隻我們想講的碗錶是Tiltor Black Bay 58 Navy Blue 58為什麼會叫做Black Bay 58? 原因是在1958年的時候,Tiltor是第一次出產一隻擁有200米防水深度的潛水錶 所以這碗錶為我們標示了Tiltor製作潛水錶的有久歷史和DNA 我們看看這碗錶的單向旋轉的錶圈和藍色的錶面 這種藍色Navy Blue是海軍藍,海軍藍是海軍制服上的藍色 它是有少少海洋氣色和藍得尼很特別 比較Sporty,配合白色的立體時錶和Tiltor獨有的雪花時針 這個碗錶的設計是蠻服務的 它的錶殼直徑39毫米 這個是非常適合亞洲人的手腕,又不大又不會太細 它搭載了一個總有COSC 瑞士天文台認證的自家生產自動上鏈的機身 它們將這個機身調校到比天文台認證的要求更加精準 每天需要一個正四和負二秒的準確度 它可以有三種錶鏈的選擇 可以是鋼帶,可以是橡膠帶,或者是一個織物的錶帶 它的定價是港幣27,600元 第二隻我們想說的碗錶是 Carl F. Bucara的Manero Fryback Blewdown Carl F. Bucara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大勞力士經銷商 它們自己本身也是一個碗錶品牌 以及它們的錶廠是可以生產機身和其他機身的零部件 這次它們選擇這隻碗錶的藍色叫做深水藍 這隻碗錶的藍色一眼看下去,讓人有一種彩藍色的感覺 配上那個飾物pattern的錶帶,感覺是非常之年輕 以及很有時尚,這碗錶是一隻計時馬錶 亦都是有一個非反的功能,搭載了一個自動上鏈的機械機身 它的基礎是ETA的7750,但是是做了大量的改變 可以製造42小時的動力 本身碗錶的尺寸是43毫米的直徑 定價是港幣50800元 第三隻想說的碗錶是Hubro Big Bang Unico Sky Blue 很多朋友都知道Hubro Big Bang 標榜Fusion,就是它們用不同的物料製作碗錶 這次它們選擇的物料是一個天藍色的ceramic 這個碗錶一眼看下去,就是充滿藍天白雲的感覺 因為它還配襯了一條白色的植物錶帶 以及那些白色的羅馬紫的扭空錶盤 這隻碗錶的尺寸是45毫米的直徑 可以防水100m 都是配搭了一個Hubro自家生產 叫做Unico的自動上鏈 Fryback的計時機身 它的定價是港幣162100元 第四隻碗錶我自己覺得很特別 因為它是一個碗錶品牌,一個汽車品牌的合作 一般來說這類合作的碗錶都是會加了一些汽車的logo 或者一些汽車設計的特點在碗錶上面 但這次剛剛調轉,就是那個汽車就用了碗錶的設計特色 放在它的外形和內色的設計上面 合作的雙方就是Frank Muller和Rose Royce Frank Muller這隻碗錶就是Crazy Hours的碗錶 Crazy Hours是Frank Muller的一個專利的設計 它的時錶數目字不是順序排列的 是一種很特別亂排的方法 不過它那支時針每一個小時都會指正確的時錶 這隻碗錶是限量版的碗錶 限量有多少隻呢,我們暫時還未知道 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藍色的殼配一個黑色的面 另一個是黑色的殼配一個藍色的面 那這種藍色呢,是一種Rose Royce 專有的藍色,叫做Cobelto Group 這個藍色都蠻特別 是一種很高貴的感覺 配一個自動上機械機身 有42小時的動力儲備 它的定價是港幣22萬元 最後一隻,第五隻,我們想說的碗錶是 Jerard Paragu,Kwaisar,Azoo Jerard Paragu之拍,很多朋友都知道 它們的首本器就是三金橋的陀飛 近年它們就將這個金橋 現代化,就用了五級的Titanium來做這個橋 這次還做了一個全扭空的設計 但最大的特色其實就是在那個錶殼 大家看看,原來是一個藍色的藍寶石水晶玻璃的錶殼 它這個錶是很大隻的,46毫米的直徑 是用整個Block的藍寶石水晶玻璃 雕刻打磨成為這個錶殼 用二百多小時的人手去做到這個動作 這碗錶的機身當然就是自拍自家生產的 它是一個自動上鏈的碗錶 不過來看看,好像見不到擺陀 原來它用了一個微型的擺陀 放在12點位置的主板盤的後面 躲起來了,這碗錶是可以提供60小時的動力儲備的 而它的定價是港幣208萬3千元 好了,今個星期的一周錶時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